早上好 天又亮了 开门就是山 哇好美的大山 这边是国民酒店 先让它上个厕所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拍的国民酒店 这个山就是昨天晚上 一些人在上面背东西 背货的一个山 山那边就是越南 因为这个国民酒店的后边 就是越南的关口 过来向儿 那边有一只狗盯着你的 有一只大狗 一会儿分分钟把你灭了 你还跑 过来 那边有一只狗 就帮马趁着有一只狗盯着 小向儿 现在是2020年的11月20号 然后我来到这个地方叫做 有宜关的浦寨 浦寨口岸 然后现在停在这个停车场 也没什么车 挺好的 然后刚才有一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跟我说 这边好 这边从疫情到现在开始 没有一例疫情 然后我把车停在这儿 这刚好是停车场 他们车在那边多一点 我房车停在这边安静一点 然后我们把遮阳棚打开 遮阳棚打开 这边还是挺热的 好嘞 今天呢 在这休息一天 哪也不去了 跑了好多天 跑了差不多快一个星期了 今天在这边休息一天 看这边一边高一边低 这个低的话是当初上面有水 我没记住 直接就收杆了 碰 把这边压低了 所以玩房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支遮阳棚的时候 一定要支一边高一边低 不要支两边一样 尤其是下雨天 晴天都无所谓 我这个遮阳棚啊 比那个 我这个遮阳棚比月龙啊 肉哥他们那个遮阳棚要大 我都直接从车尾 到车中轴这里 到这个地方 他们的话也是从这个地方 但是只能到我后面这个窗户这边 只能到这里 那我都直接到车尾 整个的后面全部都遮挡了 如果再买个那个帐篷的话 整个这就是一个房间 还挺大的一个小房间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杆支撑起来 我的车停在这里 然后他们在这里放火 然后我的车这边烤的好热 他们把这些杆全部烧了 所以我打算把车往旁边 再挪两个车位 不然的话 车烤的时间久了 还不好 那个火太大了 我们往旁边稍微挪一下 他后面一会这一堆也要烧 一点也不顾及我的车 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 好热 我坐在车里的感觉 车县烤的都是热的 我从那边往这边挪了两个车位 这样的话就不会热 不然的话我这个车烤的太热了 不过这样也好 我这边留了一个车位 可以放桌椅板凳啥的 因为今天哪也不去了 就在这待着了 后面的这个准备 就是这个方便 就在带多了 正在手中 好方便 就在叫人口 東桌 この調味料 你需要的 你怎么回去了? 你不是喜欢在外面玩吗? 你怎么自己回去了? 味噌 这是昨天晚上剩的菜 今天刚好一热把它吃掉 把这个干的捞出来 把这个汁留下 昨天炒的干豆角炒肉有点干 今天混合鸡汤汁再炒 应该就会很好吃 这样的话味道会更好 它这个干豆角应该弄得不是很酸 所以它就不是那么劲道 有点软软的或者是泡久了 搅的 等一下 你做什么 kte问veos unte路 吱寞 吱喳 自宠 吃饭 馨儿吃饭了馨儿 这还是之前 那个月龙在的时候留了两瓶酒 姜小白 现在可以喝一点 今天不开车 哪也不去 今天手不方便 用这个叉子吃饭 叉子方便很多 尝一下 这个用鸡汤炒出来的 嗯 不错 出来这么多天 总算能好好休几天 今天哪都没去 蘸上白的酒 没有那个歪郎好喝 我们这次从南京出发到现在 也差不多快五六天了吧 然后这一路上走过来这条路确实不太好走 之前也没有走过这个地方 所以建议来这边玩的朋友们 走高速过来 不要走边境路 边境路也没啥玩的 高速过来也是一样能通到这个岸口 我发现剩菜一热 比当天吃的好吃 喝两口行了 少喝一点 因为伤还没好 不用喝太多 在这喝了半瓶 一两喝点冰粉